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颗仙人长的脑状 现在这个花苞已经绿绿绿绿的长出来的 那么如果想要这个仙人长这个脑状开更多的花的话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一些技巧才能让它开更加多的花 大家看一下这个长得比较圆的 这种就是属于仙人长的花苞 长得比较圆 这种长得也是比较圆 这种就是仙人长的花苞 像这一种长得扁的 这个就是新芽长出来 像这种新芽我们要及时的给它处理掉 直接给它掰掉 大家一定要小心刺 为什么要去掉新长出来的叶片呢 因为我要保持这个仙人长 不给它长得太大 整个灌符不能长得太大 长得太大的话本身它是长刺太多 太大的话影响 而且这些新芽长得太多出来 会影响它的开花量 大家看一下这些 这些就是经过修剪之后 而长出来的花苞 这个花苞全部是源头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源头的全部都是花苞 每一片叶上面都有好几个花苞 这个一二三四五五个花苞 这一片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下面这一片有八个花苞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这一颗仙人长的养护一些技巧 如何才能让它开花爆满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